所有人都有同樣的經歷 不是只有我一個 那只是說 我比較希望說我們能夠做出一部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的電影 所以會花到那麼多錢的原因 只有這樣子而已 真的沒有想到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這個事情是代價那麼大 所以這個時候是怎麼樣的辦法 第一次這樣做 就是說用什麼方式 這方式幾乎到三千萬長 也很大 其實這過程裡面有很多的幫忙 包括那個 台北營業跟阿龍企業 他們都有 人家有一千萬萬的機制 然後還有很多新聞局的貸款機制 然後有 貸到一千五百萬的那個 那個 中小幸福的貸款 這樣 然後其他的就是 邊 邊借邊拍邊 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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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得起吧 現在應該玩得起 他還差多少 還差很多 還差很多 那要前進奧斯塔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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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請請請請請 Career 以為是家店裡同事 結果到那邊 到好萊塢以為小孩他是一個地名 以為你說店裡同事 這是我想要的 他可以直接讓他開玩笑 然後好玩 最好玩的好萊塢 結果真的實現了 那有做什麼準備嗎 真的要實現 他導演的多分 不會啦 不會啦 有嗎 我最近有在經濟的健身 其實還好 因為我們現在是 是因為推薦代表 台灣參加 我們還沒有入圍 所以 心情還好 沒有壓力 沒有沒有 一片塊就有圍了 沒有 比壓力比較少 這個 還好 他說你會希望今天這部片子 然後可以到好萊塢發展 當然希望 因為 因為所有的人 你知道 能夠參加這個奧斯卡 不然 有沒有 最終有沒有渡球 因為代表台灣 我覺得最重要的 無上台灣 很多人在 爭取這個智慧 那 對我們爭取到 這個姿勢 那我幫我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 你這個年紀 然後我還可以跟你一起 拍這個電影 你當然出現這麼樣的情況 就是電影的演戲 的過程 心動歷程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開始的時候 我跟老實說 我已經練到我的女 因為剛剛 早晚找我的時候 我拍片之前 完全沒有經驗 然後 他們拿了幾年給我 我一看去 看著裡面 戲還不少 還不少的時候 真的 不太敢接 但是我女兒 我女兒 那邊就鼓勵的爸爸 好機會 去玩玩 當作玩票 結果我去運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真的很深舒服 連什麼都放 什麼 戰略什麼都不會 然後導演就慢慢 他很細心 其實導演你看他 看起來到底 他搞細心的時候 很嚴肅 很認真 那我就跟著導演 這樣子 他就空白了 他叫我怎麼做 大概就這樣子 張茂國現在總統 有嘗到總統 是不是 沒有啦 其實我後面沒有用 高演 很像你主角 好像高有用 他大概當時 為什麼會拿貓 其實一開始 第一眼看到他 覺得實在是 跟角色很不一樣 不是我們要的那個角色 可是後來想了很久以後 就在頭腦裡面 一直幻想 把他的頭髮剪掉 會變成什麼樣子 然後把他的眼睛 再戴一個黑光 裡面 會變成什麼樣子 然後 就覺得應該可以試看看 就把他 就找來 就真的這樣給他弄 就真的很像 造型弄起來 連講話都像 那就沒有話 最後他真的也是北館大師 那不是玩家 是北館那個 潮和社的那個大師 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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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 你覺得票房界都可以到多少 自己的心裡面 越多越好啊 永遠不鮮多 這個這個錢的事 我真的不敢估計 因為很多人家做 人家會說 我們互少有 我也去能夠 大概越多越好 應該 希望可以多 過 各位OK了嗎 謝謝大家 男女比較在補兆一下是不是 OK好沒問題 中施的先生